赵佑婷,怎么样理解敌人杰的这种狭义精神 现在演了 是,《地狱不公事不产活》 是还蛮关键的两句话 对于这一次 敌人杰因为在这一集他社官 是大义思青 但其实他日子并没有变得比较好 就朝中不满他的声音啊 不喜欢他的声音 不待见他的声音还是蛮多的 尤其是当鲁泽天 就特别忌惮他手上的抗扭剪的时候 其实他还未备受委屈 那同之间呢,又有外患 就他那一批江湖术士 然后还有一些潜伏已久的风波族人 所以他在这时候 其实内心受到了蛮大的一个冲击吧 所以就变得心魔 心魔缠身 让他胸口发闷 然后头疼等等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自理 他就觉得未来也没有 该何去何从 哪方面无法自理 任何方面都必须要由沙坨中来绑 这么团 然后 这是大概敌人阶目前为止最脆弱的一个瞬间 但他想起了当时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 地狱不空是不成破 他才意识到 就 怎么讲 很多时候 必须要牺牲小我才能完成大路 所以然后 不如火炬瘾得胡子 在想明白这个事情 就他 才能够勇敢地去扛 太不容易了 今天结束